誠哥,對他有印象嗎 他好像有跟我外勁出過幾次 是嗎 他長得不太討喜 其實我跟他很有緣耶 你認識他嗎 我在路上看過這個人 戴這樣的安全帽 你曾經晃過去 剛剛覺得印象深刻 非常印象深刻 因為我就一直跟隔壁開車的人說 他知道他的頭上有一個七仔嗎 對,在這邊 我就是看到這支安全帽 真的耶,他都黑了 因為他畢竟還是要面對一些空... 空氣的汙 所以我看到就是他這一顆 你就認識就這一顆嘛 好有緣哦 很少人會在自己的安全帽上 而且這個安全帽還是感覺上 很像塑鋼的一樣,有沒有 我還開車更了一陣子 想看一下這個人長怎麼樣耶 他的委託人就是他的同行 阿聖,歡迎 歡迎阿聖 阿聖嘛 解決一些我們的疑問 剛才當然了 裡面經過一些鏡頭的安排 希望他配合演出啦 但是他打扮平常是那樣嗎 說實在的 他平常在工作 或者是在生活上打扮就是這樣 來,你 你在這邊 委託人通常都可以先看啦 你背對我們要幹嘛 你背對我們要幹嘛 依附自己來參加的樣子 他可能也想參加 你來改造有很大的空間 真的,你滿好的 確實不錯 看一下 邱仕華,二十八歲 超級土台客 可以變成英倫紳士馬 一、二、三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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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土法 全A 很正經啊 正值青年 如果剛才騎在摩托車上的人 是長那樣的話 我覺得他的變化 比剛才前面那一位 江家翔還要厲害哦 家翔 他的變化比你還大哦 這離得譜了 你到現在還不講話 表情也沒有是怎麼樣 他真的是紋身那一位嗎 帥翻了 你喜歡這樣的 他應該喜歡 他剛才都不敢認了 拜託啊 他覺得跟他有距離了 你以為你看到藝人的照片 對不對 很像啊 像不像 很像 帥翻掉了對不對 這是桃哲的宣傳照吧 桃哲 對啊 真的有點像耶 有啊 成立 這個想法方向成立 看這個照片 感覺他這個人最大興趣 是逛成品 知識新年了 我正又講 知識新年了 對 百姓慧也覺得啊 對 就感覺很像 會是在某一本書上面 作者簡介上面的感覺 解敘啊 對 感覺他的大腿上面 放了一本原文書 是個文化人對不對 看起來像圖書館的管理員一樣 會讀書 哪是管理員是不是啊 不是 就變得很有氣質 歡迎這位變化這麼大的朋友 超級吐台客 變成了英倫紳士的 秋氏華 請出場 歡迎 找 goog etes 引擎 選擇擺盈玻彎來吧 いや 舉高女的手 那些店音生態主台喔 人家是英倫情人 那 failla canonical 好嚴重 還沒看到照片 我不相信啦 你本人怎麼會這麼抬 你已經改造了耶 奇怪 改造 你已經改造怎麼會本人... 你好 你好 頭髮不是的 比較大聲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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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有五百的感覺 他那個你好有五百的感覺 那Q有喔 好 請問一下 邱氏 笑花 是 有沒有人叫你去演芒芽那部記 沒有耶 沒有耶 我幫你接下鬥倒了 情義呢 像情義啊 風雲這一類的 古惑仔什麼的 也沒有 也沒有 你知道嗎 因為他男女在交往 現在年輕人 不是都喜歡發好人卡嗎 他說我們不能在一起 因為你太好了 所以我發你一張好人卡 好人卡收集多了就知道呢 你只能夠讓人家當朋友 不能夠當情人 對 但現在他是拿台客卡 他的台客卡已經集卡 集了好幾張了 對不對 對啊 這是什麼樣一個卡 就Q彥帕琴 Q彥帕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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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如果幫你打琴 你有算過嗎 多少 有十多位左右 至少十多位 對 幫你打琴 先看你的相片好嗎 來 你看完之後你就有感覺 你走到最前面去 來 準備回頭 1 2 3 請回頭 為什麼 不要 好 是 怎麼會 我自己拔著內心了 怎麼會變那麼英俊 怎麼會變那麼英俊 怎麼會 小花 喜歡照片中的你嗎 很喜歡 我有一件事情 替他很比較鼻酸 因為他的朋友 你看都28歲了 你想他出來混 起碼高中18歲出來 起碼要混10年了 在江湖上走跳10年 做社助做了幾年 8年是不是 做幾年 社助喔 三年多 三年多以前在幹什麼 你知道嗎 他身邊所有的朋友的父母親都說 不要 盡量不要跟那個叫小滑的 走太近 真的假的 因為他看起來就不是好東西 講這種話的時候 你當下反應是會自己覺得 想要改造一下自己嗎 你會很冤枉對不對 其實還好耶 因為我就覺得 我的心地就是善良的啊 只是外表就是那樣子 還有第二張照片 第二張照片 你寫看看 哇 走秀啊是不是 這西裝目錄嘛 還不錯耶 時尚F4 對啊 一輪紳士 還不錯耶 時尚F4 就是他們有拍那個 家喻西服的一個廣告 09年亞曼尼系列 對啊 改造它絕對相當的困難 包括攝影師要瞧它的角度 因為攝影師必須要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你們都拍照過都曉得 要最短的時間之內 知道這個最漂亮的角度在哪裡 好不好 來看一下它拍照 還有什麼樣艱辛的過程 一起來看一下 來 請 將原本小滑一頭抬刀不形的髮型 帶去髮廊整頓一番之後 我們緊接著把它帶到 攝影工作室進行大改造工程 才剛坐下來準備要化妝 沒想到小滑還是改不了她的習慣了 是精英的泡妝 對 滿可愛的耶 小滑 你還是專心點 讓化妝師好好幫你上妝吧 好 你這樣一直看著我會不好意思 誰 我 那你眼睛閉著 可是我會受不了會承開 那你... 我把你眼睛縫起來了 我不要了 不要廢化妝師啦 他真的很可愛啊 好可愛喔 好啦... 我們今天先來幫你改造 不是讓你來參加聯誼的 快換上服裝 由於小滑太瘦臉腳線 我們嘗試讓他含著棉花 調整臉型 三個三個是繪子 換上服裝後的小滑 開始有些難磨的樣子囉 我們讓他以走台步的方式 進行拍照 但是此時卻發現 小滑的肢體協調出現大事啦 沒想到他竟然同手同腳啦 來 四種 你怎麼會同手同腳啦 你為什麼會同手同腳啦 因為他走在哪裡 沒有啊 連拖我們就兩個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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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會同手同腳啦 沒有啊 除了同手同腳的問題外 平常站姿總是三七分 前一步的小滑 肩膀也失去平衡 於是我們請他頭頂舒本 做短暫的走台步訓練 調整平衡感 走一步 對啦... 走一步 你為什麼他本來就不會走 很奇怪 怎麼走得很小 手折腳先 左折腳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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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在這裡 然後再走 再走 對 對 只要抓一步就好 走一二三 一 走 對 再回去 然後再一 一 一 再不斷的走 四走 再走 小滑終於抓到走台步的技巧 漸入佳境 肢體越來越有模特兒的架式 臉部也展露出帥氣的神情 我們拍出了近百張照片中 獲得了這張小滑 揮別台客位的英文紳士帥照 第二套服裝中 造型師特地讓小滑戴上眼鏡 讓他更有書卷氣息 但是沒有想到 早在那邊搞什麼 好像終於結婚了 什麼啦 老褲子喔 明人還是快點試試別部眼鏡 好啦 不管是大鏡片眼鏡 墨鏡 金橱框眼鏡 戴在小滑的臉上 只有一個怪字可以形容 在嘗試多部眼鏡之後 終於找到這副適合小滑的眼鏡 看看小滑改造前後的落差 不得讓我們大呼 這真是太神奇了 傑克 攝影師打算 將戴上眼鏡的小滑 拍出充滿文藝氣息的帥照 但是怎麼拍 小滑的表情就是不自然 於是決定讓他嘗試 另外一種風格 以瓜鬍子這種男的為了的方式 來進行拍照 高一點 好 放下去 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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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刮乾淨 在拍攝不久 攝影師發現小滑的肢體 與神情還是非常的僵硬 無論怎麼知道 都無法呈現出 攝影師所需要的感覺 於是讓他改以坐姿方式 繼續進行拍攝 終於小滑漸漸放鬆神情 帥氣的展開笑容 順利的拍出這張帥照囉 開卡車 扛瓦斯 板桌椅 她是夜市餐廳的超級女力士 我又不化妝啊 她每天都在這邊做生意啊 她前身都是游泳的啊 我覺得喔 不好改造 那天啊 我兒子又說啊 老媽啊你去喔 你給人家添麻煩啊 兒子口中超麻煩的油膩的老媽子 竟然不可思議變身美艷名媛了 很難想像我媽可以變得這麼漂亮 好像是魚雲那樣 超油膩老媽驚人變身 你可千萬別錯過啦 好厲害喔 事不宜遲 馬上看我們今天的第三個案例 第三個個案呢 是什麼樣的一個名字呢 鐵人的老媽子啊 何謂鐵人老媽子喔 這邊要強調是他這個人非常的 我不能說他坎坷啦 可是呢 他很早就要獨立撫養他的子女 因此他跟鐵人一般 自己扛著家當 然後呢自己去經營收入 然後呢養活全家人 等於全家人家計 單隨那個鐵蛋阿嬤那個是不是 不是啦 那我們就講鐵蛋老媽子就好了 鐵人 他的人跟鐵人一樣 他一個人要扛這個家計 所以他在家是不能生病 不能垮的那種女性 對 全家人都靠他一個 今年44歲了 黃婉衰小姐 她有什麼樣的故事來 我們一起看看 這一天 製作單位接到一位19歲女兒 想替媽媽報名的信件 因為我媽媽一個人在夜市擺攤 而我也在便利操商打工 所以她不管什麼出眾的事情 都自己來 像是每天搬四十幾張椅子 十幾張桌子 甚至連瓦斯都自己扛 每天只能穿油膩膩的圍裙 而且擺攤以來 從來沒看過她休息 連外出也都是穿工人的工作服 我很心疼辛苦的媽媽 所以希望媽媽能有一天能穿美美的衣服 打扮得漂漂亮亮 為自己留下一個紀念 十九歲的女兒小韓 哇 好孝順的女兒喔 我們周日大型家秉哲社會善良風俗 一定要完成她的心願 可是她沒有付照片 先打電話問一下好了 欸 不是吧 沒有付照片也沒有付電話耶 哇塞 又不是國中生傳情書 什麼都沒有吃怎麼可以啊 又不是拿到隔壁班就好了 還好她有地址 不會吧 她住在台南 那豈不是要親自去找她 不管了 不管了 你直接去找 沒想到委託人竟然家住台南 於是特派員阿達勢不宜遲 立刻向台南出發啦 好啊 終於到台南了 我的天啊 我的屁股快要裂開了啦 我跟你講 這位小姐真的是 以後誰在報名我們周日大精采 開麥拉美照的單元 只寫住職不寫聯絡方式 我就先改造那個報名的人 聽到沒有 何緯路 二十二 二十號 二十二應該就在前面 循著信封上的地址 我們來到小韓的住處 希望能夠立刻找到黃媽媽 一看她的樓山真面目 瓦斯桶 說媽媽是坐鵝花間擺攤的 應該 應該就是這裡喔 哈囉 請問一下 有小韓小姐在嗎 是 小韓小姐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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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不好意思 我是周日大精采開麥拉美照的 特派員阿達 你是那個 周日大精采阿達 對 你是不是有幫媽媽報名 有啊 有 你只有寫地址 沒有留任何聯絡方式給我耶 不好意思 我從台北 台北跑這一趟 那你有沒有問過 你媽媽願不願意接受改造啊 有啊 問過她 可是我不知道 因為她平常 就是都在夜市工作啊 然後 穿打扮 然後不知道你們 能不能改造成功 開玩笑 你這一定要相信我們製作團隊的啊 製作團隊每一個都非常的專業 非常的厲害好不好 可是我們到現在還沒有看過你媽媽耶 你媽媽現在在嗎 她不在啊 她去夜市的 去夜市 趁我們早上去夜市 對啊 那妳可不可以帶我去啊 可是我等一下要上班 不然我寫個地址給妳好了 所以我要自己去啊 對 不好意思 好啦... 那妳趕快寫地址給我 詢問媽媽的工作地點之後 我們立刻前往夜市尋找黃媽媽 究竟黃媽媽是否真的如女兒說的 一番相當難改造呢 太好了 真的每次外景都有得吃耶 真的是 反而走過可以吃點東西 可是這麼大要去拿走 我先去問一下 那個... 那個臭豆腐好了 對 老闆娘 老闆娘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 這裡是不是有一間香城賣蚵仔煎的 有啊 在那邊啊 那邊就是啊 老闆娘 臭豆腐好香喔 我等一下再來買好了 我先過去啊 好 哈囉,你好 你好 你是黃媽媽嗎 是... 你好,我是周知大精采 看到美照特派員阿達 在改造 在那邊改造 那妳知道妳女兒有幫妳報名嗎 是... 找到黃媽媽啊 黃媽媽,那妳有答應 答應來幫我們改造嗎 我有答應... 真的嗎 沒錯 畫面中這看起來相當勇猛的女子 就是今年46歲的黃碗碎媽媽 傳說中的超級女歷士 在夜市賣蚵仔煎已經用23年了 365天幾乎全年無休的她 不管是上貨卸貨 洗菜 挑選蚵仔 準備材料 完全不假他人之手 甚至是擺攤用的器材 小到盤子筷子 大到瓦斯桶爐灶等等 黃媽媽都是自己扛到夜市 獨自一人完成營業前的準備 看似如此出眾辛苦的工作 黃媽媽不但不嫌累 但還樂在其中喔 還要追喔 還要追喔 我要追喔 要追喔 忙碌的夜市工作 讓黃媽媽完全沒有機會 好好打扮 因此女兒心情地 改造媽媽的念頭 我覺得媽媽很辛苦啊 因為我白天有在上班 只能利用下班的時間過來 哥哥還在外縣市讀大學 也沒有辦法幫什麼忙 然後他都是獨自一個人 就是照顧我們啊 然後賺錢 所以我覺得他很辛苦 我希望媽媽就是去拍照啊 可以放鬆一點 然後開心地去拍 拍一些美美的照片啊 甚至更有女人味 對 每天超過十四個小時的工作時間 讓黃媽媽只能夠穿上 舊到不能再舊的褲子 鬆垮垮的上衣 以及那全年不離身 油不拉筋的圍裙 這樣一層不變的打扮 該如何脫胎換骨 進行改造呢 我又不化妝啊 每天都是在這邊做生意啊 全身都是油油的啊 我覺得喔 不好改造 人家 我兒子又說啊 老媽啊 你去喔 去給人家添麻煩啊 人家都是年輕的辣妹啊 你都幾歲了啊 拜託好不好 對於黃媽媽的改造工程 熟識的攤位老闆 竟然給了這樣的簡易 你都被睡好了 都可以 我跟你講啦 不要穿啦 不要穿 對啦 不要穿就漂亮啦 不要穿就不能播啦 不會啦 那麼認識 就是隔壁的那個黃媽媽啊 對 認識嗎 認識啊 認識喔 我穿到辣妹耶 你穿到辣妹啊 對 其實我穿是辣妹 你們希望它改造成什麼樣子 你要辣 辣一點 你們不是都穿到辣妹了 對啊 可是他穿小一點啦 穿小一點喔 我希望它改造成什麼樣子嗎 看起來比較大 比較辣 比較辣 在鄉親們的期待之下 草妹的女力士黃媽媽 在脫下油膩膩的圍裙之後 能否變成台南夜市最大的老闆娘呢 台南的鄉親 一 二 三 和阿堅灘的鐵人老媽子 驚人變成樓妹名媛啦 只能用風情萬種來形容 喜歡嗎 喜歡 有一點不太敢相信 來,我們這邊請 草害人大改造 驚爆全場啦 看到這樣的案例特別的感動 這個就是我們台灣整個 大部分人口結構的縮影 非常非常多的人 起碼台灣兩千四百萬人 起碼有一半以上的人 都是這麼樣的忙碌的在打拚著 而且相當樸實 也看到南台灣這種鄉土民情 大家都幫他加油鼓勵 我們歡迎委託人 十九歲的蘇曉涵小姐,歡迎 哈囉 嗨 這位是... 你不要告訴我她是你妹妹 女兒 你女兒 對 你不是十九歲嗎 還好吧 蛤 你十九歲真的嗎 有沒有謊報 沒有啊 你十九歲一個女兒 她看起來已經三歲左右了 呃... 虛歲是三歲 我一直以為她是抱著 就是親戚的孩子 我也以為 然後她剛才一直看她做 你有沒有想說 這個親戚的孩子 怎麼還跟她來台北 可能想說是來看明星來玩 熱鬧...這樣 對 是她的女兒耶 你女兒 那你... 你生下小孩這件事情 媽媽是什麼樣的一個看法 她也是會生氣啊 可是她的做法就是 替我著想 對 當然啊 自己的女兒 我當然希望妳幸福啊 那麼早生個孩子 孩子的爸爸呢 孩子的爸爸呢 他上班 上班 所以並沒有遺棄她 還是有災情 還是有照顧她 剛剛看她那個賣芋花間那個攤子 因為成功夜市我們知道 在台南算是最老的夜市 所以目前最火最大的夜市是花園夜市 最老的夜市就是成功夜市 她一個人搞那個攤子嗎 40個椅子10張桌子 一個人弄 有沒有請什麼幫手 沒有 都是她自己 她真的辛苦 就感人啦 她還有料喔 芋花間的料啊 還有那些麵薑啊 湯水啊 從備料排桌椅到晚上收工 都一個人處理 我一個人 那真的是相當了不起 那今天陪妳來是妳老公是嗎 那個 哥哥跟表弟表妹 全家人都一起 就是哥哥喔 招招手一下 哥哥妳不來一下 來 哥哥來 目前家裡面的狀況呢 媽媽就一個人這樣子忙 妳感受怎麼樣 我剛剛看了其實 我不曉得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想掉淚 我就有一種很深的感動 您覺得如何 媽媽很辛苦啊 一個人就撐起全家的生活啊 好啦 基本上呢 一個人照顧一個攤子 在那個夜市裡面 我想有這樣攤子應該 有幾攤啊 應該不會只有她一攤啊 有些女人啊 尤其南台灣的女人 很多是非常強的 個性很堅韌的 她必須扛起一家家計 對不對 而且兒子女兒都這麼好 現在呢 看一下媽媽的改造結果如何 看能不能給你們 讓你們覺得很滿意 好不好 來 來 哥哥帶著妹妹到那邊去 好 停 這邊喔 請準備 小妹妹也要看這裡喔 送給你們的媽媽 這個鐵人老媽子 能不能變成柔媚的名媛淑女 黃婉衰小姐 四十四歲的她 會變成什麼樣子 一、二、三 好辣喔 好辣喔 今年四十四歲的她 變成了柔媚的名媛淑女 是不是這樣子 感覺如何 兒子先說 來 哥哥說 大哥來 很難想像 我媽可以變得這麼漂亮 好像水魚雲的 水魚雲 有嚇到嗎 這樣的媽媽 我知道她參加這個節目 有種種的想法 可是 就是 好 我們想看看本人 本人很重要 本人一定要請她出來 這樣一個堅韌果敢的鐵人媽子 他黃婉衰 歡迎她出場 來 這個看到我們現場所有人 基本上對你剛才整個故事的介紹 包括她的整個照片的呈現 你現在目前還沒有看到你的照片 對不對 對 先看著前面 好 冷靜的 心平氣和的 我怎麼感覺 有點像 不揚飛飛 真的 有沒有人說 剛剛有沒有人說 像飛飛姐 有 滿意嗎 對於自己這次的改造 滿意 很滿意 對啊 你多久沒有這樣的打扮 沒有這麼啦 可是化妝是很久很久的事情 很久沒化妝了 洗酒那一天之後大概就沒有過了 他不好 應該四季二十年沒這樣畫過狀 因為像女兒、兒女 在長大這段過程 都是你獨自開始去撐起這個家 對不對 對 那個時候有 譬如說想休息一下 或者是自己生病 想休息一下那種 我很想生病啊 可是就是 就是不病啊 連病都病不了 原來這個念頭 原來自己抵抗力好 也會生氣就對了 對 我都不會破病這樣 因為沒有機會生病啊 他沒有辦法生病 那是什麼樣一個信念 讓你一直撐住 我覺得說 人活著付出是最幸福的事情啊 這話說得很好 我相信你的兒女應該也這樣想 你請到那邊就位 我要看一下你第一眼的反應 準備 媽媽準備了喔 準備回頭 一 二 三 請回頭 怎麼樣 只能用風情萬種來形容 喜歡嗎 喜歡 有一點不太敢相信 我們這邊請 從這邊請 妳很有料耶 拍出來很好看 一種母性的光輝都拍出來了 爸爸現在是很感動 為什麼 因為 因為我一向都很男性化 看到那個樣子好 很擬人的樣子啊 所以妳應該也很少拍照對不對 上次拍照就是婚紗照啦 結婚照到現在沒拍過 應該是吧 應該是啊 妳是相當勇敢勇敢的一個點心 可以給我們全台灣 可能有為數不少的單親媽媽 說一些打氣的話好了 好不好 加油 然後要樂觀 然後 陪伴小孩子是最幸福的事情 掌聲鼓勵一下 尤其還陪伴了小孩的小孩 對啊 你看看你才四十四歲 孫子都有了 我多羨慕你啊 對不對 媽媽剛剛有講到 付出是美好的事情 他擺胎已經超過二十年了 殘障人士半家 超過七十五歲的老人免費 掌聲鼓勵一下 好棒哦 南台灣可愛啊 就是在這個地方 拍攝過程呢 其實真的滿辛苦 我們要來看一下他過程的VCR 其他辛苦的過程是不是 來 一起來欣賞 二十幾年前 就投入夜市擺攤麥和阿堅的 黃媽媽 忙碌的生活 讓她很難有化妝的機會 就連拍照的次數 也是少之又少 你有那個過程嗎 我那個過程 就只有送禮 很久還沒拍照 多久 幾十年了 不是 拍攝 拍攝妳 拍攝 只有那個 去拍那個大口罩而已 就身分證 身分證 也很喜歡我們出去這條去想 出去這條 對啊 因為我喜歡爬山 所以人家在拍照 我一定走到前面去 因為妳走太遠了 因為妳 角力太好了 對啊 他說要去想 那媽媽呢 我已經公三頂了 公三頂 造型師特地將黃媽媽 準備長髮讓她戴上 並且替她換上獅子洋裝 第一次拍攝這類型的照片 讓黃媽媽感到相當的緊張 也讓她表情顯得非常地不自然 今天我們拿一隻蚵仔 一隻蚵仔 今天做三萬 幾個 我們在一旁不斷地鬥 黃媽媽開心 希望她能夠進入放鬆的心情 很可愛 很低 對 老一點 對 老一點 對 經過攝影師的指導之後 黃媽媽似乎慢慢放開緊張的心情 表情越來越有自信 肢體也展露出成熟美的韻味 努力嘗試之下 拍出了這張媲美柔美名媛的 時尚美照 接下來造型師替黃媽媽換上 粉紅色的馬甲洋裝 我們發現黃媽媽的腿其實很修長 於是攝影團隊讓黃媽媽坐在椅子上 以鐵桿支撐她的腳底板 展現出腿部的曲線 由於拍照的前一天 媽媽在夜市裡工作到凌晨 長時間的拍攝讓黃媽媽一度和上眼睛 進入夢想囉 三 F 沒有 沒有再一次 來 一、二、三 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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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太大嗎 媽媽 還不太大 還不太大 再來喔 來 一、二、三 張 很棒 擔心耽誤工作團隊的進度 黃媽媽忍住比類 一起精神繼續拍照 在黃媽媽認真今天的努力之下 我們成功地獲得這張時尚美照喔 本週的美照有 純情靦腆男變身為雅品超男 超級土台客化身英倫紳士 鐵人老媽子化身樓妹明媛 超激人的大變身 誰能奪得美照呢 這三位都滿不錯的啦 可是我覺得這個年輕人呢 以後的機會還很多 我們應該把這個機會呢 就讓媽媽呢 先來獨享一下 因為她的偉大 她的付出呢 我們實在也給她多多鼓勵一下 好不好 所以我們第一名給這位 黃 黃婉衰 黃婉衰小姐恭喜 謝謝 恭喜得到這張照片 每一個評審人也可以再說一下 為什麼有這樣一個投票的結果 來 媽媽 我看到妳的家庭 我覺得很感動也很幸福 這麼多台灣的小家庭 可能都有相同的故事 所以我們今天把第一名給妳 我覺得妳是實至名歸 那小華 我知道妳平常做社助的時候 為什麼會在平常放假還穿那樣 是因為社助要忍受很多的壓力 包括天氣熱啊 流汗啊 所以妳放假的時候 是怎麼輕鬆 怎麼隨便怎麼穿對不對 那麼最後就是家翔 家翔妳做的是幸福產業 麵包是幸福產業 那麼妳一定要讓自己活得有自信 有幸福 妳才能做出幸福的麵包 所以我希望妳接下來呢 可以做出好吃的麵包 過著幸福的日子 就這樣 非常謝謝我們的評審 給予最好的建議 也恭喜黃媽媽啦 來,黃媽媽去把照片帶回家 好不好 來,我們降下來 這張照片呢 剛好在夜市裡擺攤的時候 直接岔在後面 不然變成一張桌子了 夾四個腳 謝謝大家支持我們的明星開拍了 休下去欣賞更精采的 週日大精采 待會兒見 好耶 好耶